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东北南乡山区附近的产业道路 因为这个挡土墙出现了裂痕 那么县政府也紧急的抢修 但没有想到呢 抢修的结果就像这样子 大大的挡土墙上 只盯上了长约两公尺的橘色钢梁 当地的居民就吐槽说 这根本就只是大型定书针嘛 质疑他的职呈性 台北市信义区无心街 有一处巷弄 因为传出恶臭 那么民众循着这个臭源查看 赫然发现有一具男性遗体 那么警消货报报场 初步判定哦 他应该是失足导致意外 那么经过调查 这名死者是44年次的秋姓男子 在21号的时候 家人就已经报案通报说 他失踪失联 那么一直到今天下午一点多 民众报案说发现一具男尸 那么家属辗转得知二号之后 也到场招魂 警方研判 这名秋姓男子 他应该是外出活动的时候 不小心从边坡衰落 受伤致死 好 昨天晚上6点半左右 一名61岁的林姓男子 他开车行经桃源中正路 疑似因为精神不济 所以他沿路按喇叭 人警上前关心 但没有想到就换来了 一阵辱骂还有拳打脚踢 这名失控的男子 最后在远警和热心的民众 通力合作之下呢 把他压制上铐 被依照防害公务给移送 报道 2018年的桃源进棚工厂大火 造成6名消防员训职 包含了小队长李汉林 那么李汉林他的小儿子李正廷 从小就是把父亲当成是偶像 所以他也决定要只存复制 报考消防员 那么今年他仅专39 企业入取率是只有10% 不过他成功的脱颖而出 考上了消防安全科 好前后马云九这一天 真的是站进媒体摆面 但是外界质疑说 他是不是真的想要回锅呢 那么国民党在高雄市长 补选惨败之后 党内其实没有掀起 逼宫的声浪 但是几位下届党魁的可能人选 倒是动作频频 像是今天刚好七夕情人节 前新委市长朱立仁 他就在脸书上大赛 他跟妻子接吻放闪的照片 那么大家就急于说 这难道是不想让马云九 专美于钱吗 不过国民党台语市议员 许巧兴 他斩钉截铁的说 大家想太多了 昨天晚上新委市树林有名男子 他因为没有悬挂车牌 照到警方拦查 但没有想到他一路 逆向闯灯逃逸 还撞倒了机车骑士 果然很心虚 因为警方最后拦查到他 在车上搜出了毒品跟吸食器 立刻将他上号逮捕 依照公布危险罪 还有毒品等罪嫌 来移送法办 是最坏的身教 台南有一间漫威主题的牛排馆 店门外呢 放了这一尊蜘蛛人公仔 来让大家可以来跟他合照 但没有想到日前有明爸爸 他帮男童拍完合照之后 小朋友竟然像这样子 扭断了蜘蛛人的手掌 店家很不满 因为当下父亲看到了 却没有留下来处理 而是带着小朋友走人 所以店家也特别把这个画面 PO了网路上 呼吁应该要给孩子正确的教育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